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7号星期三 我们之前说了 台湾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子 李元军正式 他就告诉王丹的姓讨长 让王丹在6月6号之前要道歉 就到了昨天 王丹没有道歉 李元军正式到了台北立检署 对王丹提起司法起诉 罪名是强制性妖 未遂 关于这个 其实我也说 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观望 我们不能说谁对谁错 或者说是我们支持谁不支持谁 因为我对这种 就是动不动就9年前 或者几十年前的这种性侵的话 我们都持有保留态度 只能再看一看 最后看法律怎么判 但是法律的东西 你说川普34年前 说他性侵少少赔500万美元 你说这怎么回事 而且你对这些人造成很大的 这种伤害和困扰 这对王丹的伤害已经开始了 王丹从2010年到2017年 曾担任台湾的清华大学的 客座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去年 台湾清华大学去年9月到今年1月 再次聘请王丹担任 社会学研究所的 兼任客座助理教授 原本在今年9月 王丹要在台湾的清华大学 再次开课 开始授课讲课 当然这个主要 还是给他一份工作 给他发一些工资 因为他们当年六四过来的学生 怎么给他们找找找工作 仨工作 他们能够生活 对不对 但是爆发性侵实验之后 台湾清华大学表示 社会学研究所 日前召开了教评会 最后教评会决议 停止聘任王丹 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的 兼任客座助理教授 原定今年9月 王丹要在台湾清华 开设的课程 从韩战到六四 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解析 也一并决定停开 课也不开了 等于把它解聘掉了 等于少了一份工作 少了一份收入来源 无论如何 都受到一些影响 对吧 然后台湾最近 一连串性骚扰的事件 被曝性骚扰 前女党工的 小英之友会的全国总会长 现任总统府资政 严志发 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说 要对检举她的女党工提出起诉 要去告她 告她诽谤 但是最后 今天被小英 被赖清德 一顿小之以礼 动作以行 最后决定发出声明 不但撤销诉讼 撤销提告 还辞去总统府资政职务 能以保护赖清德的竞选 担心这么闹下去的话 进一步的延烧 可能会影响赖清德 明年一月份的大选 所以她就感谢就算了 我辞职下台 倒再也不提这事了 黑不提白不提了 过去就完事翻篇了 整个事件对民进党的伤害比较大 最近这一套的性骚扰 民进党素来强调 说什么重视女权 维护性别平等 民进党内部爆发性骚扰 和性侵事件的时候 女党工向主管反应的时候 遭到民进党高层的漠视和吃案 本来案子就吃掉了 认为让大家看到民进党有问题 当然这也是选举的攻防之一 蔡英文昨天向全社会道歉 表示 以请行政院院长陈建仁 带领行政团队 针对三个方向 进行整体机制改革方案 反正这么个意思 基本上 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明年一月份 做的 双方做一些这种 你知道吧 就是政治考量 我估计等到大选结束之后 可能很多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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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